朋友们午安欢迎收看三月二十四号礼拜六的中式五金新闻我是林慧荣 今天投入焦点要带您看到苗栗县院里正有一名十七岁的许姓少年 凌晨一点多和两名同伴参加完大甲妈镇头返家的途中 疑似是车速过快撞上了一步 同样是参加完大甲妈起轿仪式返家途中的轿车 由于是机车三个人共乘又没有戴安全帽 这一被车子撞呢这三个人全都挂彩 共乘一部机车的三名年轻人从巷内直接冲撞轿车的左肩方 三个人当场受伤送医 受伤的两男一女都是未成年 他们凌晨前往台中大甲参加大甲妈祖起驾仪式的阵头 回程途中一次车速过快撞上同样参观完起驾仪式返家途中的车辆 我差不多30-40 这样晒 他为旁边也就重来 医生紧急为三个人治疗 其中坐在机车最后坐的防性少女 有骨折及颅内出血的情形 伤势较为严重 警方调查 骑机车三贴的许姓17岁少年等三个人都没有戴安全帽 事故地点在院里镇一处没有耗置灯的路口 因为双方当时一次都没有注意路况 才会导致意外发生